诶 老爷爷 用白字组成的汉字快学完了吗 诶 还早着呢 要那些新来循序渐进 诶 你们看 下面的田野风光 又是一个用白字组成的汉字 这些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 也叫千末 因为道路要比田地高一些 好像小坡 所以用副字的变形 也就是用左耳表示形状 右面用一百的百字表示数量很多 这就是千末的末字 道路多了容易认不清楚 所以这个末还表示生疏不熟悉的意思 比如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你们就感到很生疏 好像是陌生人 现在可不陌生了 她是老朋友了 好 给我念 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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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千末的末 哎 孩子们 你们看 那个顾客手里拿的什么 是手绢 哎 手绢也叫做手帕 因为它多是用丝绸或棉布制成 所以要用金字表示 我曾讲过,金是一条布袋的形象,在汉字中常用来表示丝绸或棉布,右旁再用白字表示颜色,就是手帕的帕,帕,帕啊帕,手帕的帕,帕。 帕就是指包头或是擦手擦脸的布或绸子,这个字是左右结构,如果把它变一下,变成上下结构,就成了帕字,帕就是指没有加工的白布,也是丝织品的总称,比如化干戈为玉帕,就是这个帕字。 帕,帕哦帕,布帕的帕。 帕。 帕还能组成新的汉字,比如棉或的棉,你们看,棉有两种,一种叫木棉,一种叫草棉,它们的种子外面包有白色的绒绪,人们用它仿成纱钉,织成布皮, 所以,帕字的左边,加上个木字旁,就是棉花的棉。 棉,墨一鞍,棉,棉花的棉。 棉,棉花的棉。 哎,棉花的用处很大,你们能说出多少种呢? 棉花可以绑线,织布,可以做被子,肉子,还可以做棉袄,棉裤,棉衣,棉鞋,棉帽子。 哎,说得不错,还有一种丝棉的棉,跟棉花的棉一样,也是用脖子组成的,你们看。 以前我讲过,人们养蚕,是为了得到蚕丝。 蚕丝结成片,或者团,形状很像白茸茸的棉花,所以叫做丝棉。 因为是丝,所以用脚丝做旁,再与脖子组合,就是丝棉的棉。 棉,脚丝旁棉,丝棉的棉。 棉,丝棉的棉。 哎,丝棉的用处也很广,除了可以做你们刚才说的,还可以装在墨盒里,防止墨汁结块。 就连这个棉字也有几种意思,比如形容一个人性格软弱,就可以用软棉棉。 有的人说话声音不高,不紧不慢,也可以说软棉棉吧? 可以啊,另外,表示事物连续不断,可以用缠棉或者棉延不断。 那人们喂的小绵羊,也是这个棉字吗? 是啊,不仅是小绵羊,就连大绵羊,老绵羊也是这个棉字。 老先生,看看这块锦段怎么样? 嗯,看看。 你们看,这块锦段好看吗? 好看,那为什么要叫锦段呢? 你们仔细看,这段子上的图案是用金丝线绣成的,是很华丽的高档丝制品。 布脖上绣金丝就叫做锦,段子上绣金丝自然就叫做锦段了。 所以,在脖子的左边加一个金字旁,就是锦段的锦。 在这里,锦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。 锦,基硬锦,锦段的锦。 锦。 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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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锦